好 現在國際上面有一個非常驚人的事情 就是華為心晶 美國心晶啊 難道他們制裁禁令完全沒有用了嗎 原因就是因為華為的最新機型MAT60 Pro 哇 它採用自己海思 自己去設計晶片 好 設計晶片完這個晶片做到麒麟9000S的晶片 沒想到中芯國際開始代工 大家想說奇怪 這個設計晶片也太厲害了吧 原因是因為過去設計晶片都要用美國的軟體去設計晶片 現在中國已經突破了 它已經自製出來了 接著又找了中芯國際代工 它竟然可以生產 好 不管是8奈米 6奈米 7奈米等等 它竟然可以自己生產出來了耶 所以這一次推測就是7奈米的製程 而且網速可以到5G 所以現在有一個說法 華為難道已經突破了美國技術的制裁網了嗎 華盛頓郵報直接開宗明義說 美國針對華為的制裁沒有辦法去阻止中國關鍵技術的升級 你越打壓它 它越強 它反而覺得民族的決心一定要拿出來 他們最後是不是真的來辦到呢 那包括了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胡錫進說 代表美國用晶片技術遏止中國根本是無效的事情 而現在開始開賣之後不得了了 我們陸陸續續畫面隨便一搜大家都在搶手機啊 大家都在那邊搶說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拿 因為它要先預購啊 預購完才能拿 那現貨現在也很難拿 原因就是因為什麼 他們認為說突破美國精靈對中國人民來說 我們終於有打敗美國這種感覺 因此現在好多人都有去買 他們還用一個最新的流行語叫做1566天 等於是華為被美國禁道宣佈 宣佈之後製成這個手機MAT60 Pro的天數 他們等了整整1566天 好 現在最關鍵就是這個晶片 真的是他們自己製造嗎 有一個說法會不會是在美國禁令之前 他們先囤積起來 那當然現在胡錫進說覺得是大陸自治 未來一定很多人會把這個晶片啊 整個手機啊 拆開來看啊 我們就來看一下 它上面的數字是不是有圖改 還是中國真的有這個能力 可以做到這麼多的事情 大一球我剛剛看到了 好多人現在都有去排隊喔 好多人去啊 他們終於是因為打敗了美國 大家都在瘋搶手機了嗎 我給一張圖給大家做解釋啦 因為這個是誰呢 這一位呢是導播幫我們帶一下 這位是什麼 這位是雷蒙多 雷蒙多是誰呢 美國的商務部長 那你看我是雷蒙多 說這一次我為華為代言 這個是他們做了一個梗圖 什麼意思呢 就是因為啊 美國這一陣子啊 所謂中美貿易戰當中 尤其到了拜登這個時候 大家都以為他可能會比 川普時代會調整 結果沒有啊 事實上呢 這個他有非常多的禁令啊 都從商業部出來 所以當雷蒙多最近去了中國大陸 這個所謂的開會嘛 就大家來見見面啊 然後大家又談了一些機制什麼的 但是就在第二天 華為就宣布來開賣 也就強大的激起了整個大陸的網民們 鄉民們 大家蜂擁而上 因為華為本來大家還記得嗎 他在被川普 啪咔嚓一刀下去之前呢 其實他已經在衝擊世界第一的 手機生產的這個狀況 所以呢這對於啊 這個大陸的這個朋友來講 他們真的是覺得很憋屈啊 那股憋屈的氣呢 終於在今天得到一口氣的舒展 直接爆發啦 直接爆發 你知道嗎 他賣破了1億了 就光是什麼呢 光是這個所謂的預售就1億了 現在最大的問題啊 是做不做的出來啊 就產能能不能跟上 因為畢竟華為已經一段時間 沒有造這麼多的手機了 而且華為也把他的中低階的手機 又切出去叫光榮系列嘛 把它也切割出去 榮耀系列 抱歉 叫HONOR嘛 就是把它切割出去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華為能否重返榮耀 很可能是變成 自己能不能產能match的上 那回過頭來 到底這個晶片是不是自己製作 這當然是一個關鍵 當然等到我們拿到實機 到時候大家拆解 其實可以一探就見 另外第二個是什麼 它用的系統 它用的系統不是安卓系統 當然不可能是蘋果的系統 是什麼 是鴻蒙系統 也就是全部都是中國自產自製的 也就是說 它這一支手機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它包括設計 包括晶片製造 包括軟體 都是中國自己人用的 是的 而且現在根據拿到手機的實測的人 是說至少在通訊方面 它甚至可以達到5.5G的等級 也就是說 它的通訊部分沒有問題 但在運算方面 目前看起來 還沒有辦法跟頂級手機搭配 但它的價格也不算太貴 因為它賣一支賣6999人民幣 也就是說 它也沒有像iPhone這麼貴 就是它的價格大家還能接受 那光是衝著這一點 大家就會來買 其實這個裡面最大的危機 我們要來站在台灣人的角度來看 最大危機是什麼 就是如果今天晶片真的就是由他們當地 包括像是青島的恩星 或者是像是中芯來製作的話 那問題關鍵來了 台積電不就從這個產業鏈被踢出去了嗎 那這才是對台灣最大的損失 也就是說美中貿易戰 大象跟這個所謂的龍 跟大老鷹在打架 打架打了半天了 我們這條小龍 最大的一個受害者 所以未來我們都知道 整個所謂的晶片的最巨大的潛力市場 其實現在已經是世界第一的市場 在哪裡 就是在中國大陸 而我們沒有辦法參與這個市場的成長 擴展的話 其實是對台灣未來 尤其現在我們的資助產業 就是我們的半導體 就是我們的科技產業 這才是最大的傷害 所以真的大家 尤其政府真的要去重視這件事情 好 我要給大家看一個畫面 這個畫面是大陸人拿到這一盤手機的時候 他們好興奮 他們看到手機上面有三個點點 他們把它超億的很厲害 他說三個點點代表是港澳台 沒有手一滑連在一起了 就是中華同心 哇 你就想到他們可以 腦補這麼多的事情 代表他們等了1566天 而且我們剛剛提到一個最關鍵的 他們還照這個雷夢多當廣告 但是諷刺他現在很明顯了 美國雷夢多才剛走 華為手機就出來了 這不是挑釁 什麼是挑釁啊 我有一個現場直擊 我們上禮拜不是去雙城論壇嗎 對 我們飯店旁邊就有一家華為的專賣店 確實那天很多人去到店詢問 然後現場預訂 就有消息啦 對 我就覺得我真的很納悶 因為華為心機好久一陣子沒有在市場上這麼火過了 所以我還會特別去看了一下 確實很多他有一個展示鏡展示出來 對 所以大家都去那邊去滑滑看怎樣怎樣 所以這個機器這個手機 確實讓大陸的這些網友們 基本上很期待 這期待除了說華為被打壓這麼久之後 終於出了一款爆款手機 第二個呢整個的產業鏈它成型了 等於說美國過去3年的時間 打壓中國大陸的這個產業鏈 特別是芯片的產業鏈 到此呢看起來是沒有成功 為什麼你打壓它3年 它3年就剛好悶起來練功 把它自己國內的產業鏈呢 怎麼樣造芯片 然後相關的技術 然後通通把它拼成屬於大陸自己的產品 那也許產品沒有像台積電這麼這麼高端 但是應付一些消費產品 實際上是夠了啦 你一般我們的這個消費產品 它也不需要用到這麼高端的晶片 那消費市場是大陸的主流市場 那你如果說這些主流產品 我都能夠自製自銷的話 它很長一部分可以把外國的這東西 就通通趕出它產業的裡面 那最後傷害的是誰 傷害就是整個的台積電 也許會被傷害到 所以為什麼台積電 一直對於這個 把自己變成一個好像 美中貿易的一個技品 或美中貿易的工具 它這麼排斥的原因是 它想要兩邊都做生意 因為它知道 如果我不去中國大陸 不涉入他們的產業鏈裡面的話 我他們自己 就可能有一條產業鏈 我就可能被永遠的排除 靖爺你怎麼看 現在最關鍵就是美國制裁 到底是不是有效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事情是 這個晶片我剛剛說了 有人說是美中禁令前囤積的存貨 真的會囤那麼久 然後現在殺手箭直接拿出來 我嚇一嚇你美國也好嗎這樣 雖然這個 我們對胡錫進的言論 很常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但是胡錫進說這個 絕對是中國大陸自製的 看起來是相信的 為什麼 因為仔細你去剖析這個 華為它這個 麒麟9000S的這個 這個內容 你會發現它跟同類型的產品的差異 不小 因為大家就在講說 到底是不是囤積 然後有幾個 網路上有列出來 第一個就是說 測頻軟體呢 有出現三個版本的CPU 那裡面你再去比較之後呢 發現基本上這個9000S 不可能是台積電的5奈米 那比較可能像是這個 中芯國際的這個N加2的這個製程 因為第一呢 跟這個同為這個台積電的5奈米跟麒麟9000比 它的跑分是不對的 這個是第一個 那另外呢 就是說這個晶片的面積也不對 因為就是大小不一樣 第三個就是跟同期這個三星的獵戶座比 它的這個能耗比的差距很巨大 相同的性能 可是它的功耗這個大百分之50%這樣子 那所以說這個麒麟9000S的時脈比這個9000還要低很少 可能是因為這個製程太差 沒有其他的原因喔 所以說總之呢整個比起來就是說 確實啊他們現在想要突破這個美國的禁令 然後重新這個上市華為想要再搶一下 但是問題是這個大陸的朋友們用下去之後 會不會發現一比較之後 算了我還是回去用iPhone可能還是比較好呢 這個是大家現在在看的 周一到周五晚間十點請鎖定 懷疑第八轉